很欣赏长哥看事物那种正面感恩, 有何办法可以将一个负面的心态, 用你的经验可否有些促成的方案, 或是一些基睁可以分享, 你是讲你自己改变还是别人改变先, 先讲自己先,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跟身边最亲人的人, 我想很简单, 先讲第二件不用谈, 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改变别人, 我们无需要改变任何人, 如果你经常要改变别人, 你一定经常病,经常不开心, 但我们自己改变了, 别人一直不过意改变了, 所以我们不用着意改变别人, 即是老公经常打机不理我, 老公经常到处不回来, 即是那些你想改变他, 老公经常打鼻寒, 睡到半夜忍手忍脚, 你经常想改变他, 这是正常的, 但你经常想改变他,你就很病了, 反而有其他方法可以令他改变, 是两件事来的, 好,讲回自己,你的意思就是说, 如果一个人感觉到自己都很负面, 怎样可以没那麽负面呢? 很简单,负面就令你不健康, 令你不发脑不幸福, 但我们要想一下, 为何人会负面呢? 我们天生一定不是负面的,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, 但也有原因, 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已很痛苦, 你做宝宝时, 三百年前这些宝宝不是这样, 九十年前都不是这样, 现在就是这样, 因为你出生之前倒数几个月, 你非常痛苦, 你妈妈经常都紧张, 不是要紧张要交租, 或是被人压迫, 被老板什麽, 又要,万千样烦恼, 现在那些妈妈搞到BB, 还有妈妈又吃了些很毒的东西, 譬如你说, 妈妈一想, 我拿个打火机去, 不,一想想吃烟, 我妈妈是烟产, 她一想打火机在哪, BB立刻就心跳到七彩, 立刻BB很害怕, 死了, 惨了, 即是她已经是推理, BB未出生已经是推理, 如果妈妈现在想打火机, 即是说她会怎样烟, 她怎样烟即是她吃烟, 她吃烟即是我现在好, 接着就凄惨了, BB已经这样想着, 我想用这来解释, BB未出生已经觉得好凄惨, 当然有一些事, 你妈妈太紧张, 生活环境太差,好吗, 所以应该BB, 你一岁、两岁、三岁、十岁 应该是快乐童年, 以前的小孩都是这样, 就无理由是那麽负面, 是现在的人负面, 以前不是那麽负面, 我自己看几代之前不是这样, 现在我们很不幸, 由于当然是社会的错, 我们整天都那麽负面, 我们要想为何这麽负面, 负面有客观环境, 即是说惨痛回忆, 我自己看几代, 小时候父母不得人理你, 他们是商职工, 扔了你给阿嫲照, 阿嫲不懂照, 或者给个飞龙, 飞龙租了你, 即是那些, 或者我们个个以前都, 要是失戀, 觉得被人抛弃, 要是考试, 考试的时候真是最凄惨, 一班四十人我们制造三十九个失败者, 现在是这样, 我自己做效动, 我看到, 我们是逼着个个都成为失败者, 个个都自卑, 意外形象低落, 我们教育制度, 社会整天都是争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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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环境是迫到我们很负面, 说什么叫负面呢, 就是所有能量低的情绪, 包括很惊青、很愤怒, 他才要复仇、有避害者的感觉, 他伤害我那些, 很绝望,觉得自己很凄惨那些, 还有你都听我讲过, 内疚、怪责自己, 这就是我们讲的负面, 最普遍的负面我觉得是怕青, 我们长期都今天不知明日是,不知怎算, 以前不是这样,现在我们社会就是这样, 全民怕青,政府也好哪里都好, 都要逼我们害怕, 所有商业广告都是令你觉得你不碰, 你要去买这种产品, 要买这种服务才会不死得, 否则你无得努, 你无了份工,你无了个老公, 你不查这些东西,老公都无了, 很简单,外面那麽多美少女都是查这一只, 你不查这些东西就无了老公, 这就是令你觉得害青, 制造问题制造恐慌, 我们怎样处理呢, 万千种方法的, 通常都是看通看透这些东西, 譬如你经常听我讲的, 什麽事发生都是好似, 上千日安排你要信他, 我们世界上是无好坏事的, 这件事是好不碰, 其实是对你有益的那些, 世界上是无坏人的, 我们说那些坏人其实是这样, 现在不详细讲, 你自己去做功课看我讲过这麽多东西, 还有最紧要就是破生死, 我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, 为何你要怕死呢, 因为不知道死了之后怎样, 如果你知道死了之后怎样, 你知道死了之后那麽正的, 那你便不用怕, 不用怕便便无怕声, 除了解决这些问题之外, 我觉得正面回答你那问题的方法, 就是拿着一件事, 就是觉得自己又是这样, 令人使命, 我现在正在发光发热, 我走入每一间房间, 房间要光了, 任何人连我都会有作数, 我不会将这个世界变成地狱, 我正在努力, 你一直在努力, 在影响这个世界, 因为我便变成天堂, 明天我在不在, 这个世界很重要, 有我在世界是这样, 少了我便差了哪, 我很清楚, 如果我这样想便不会负面, 没得负面, 我现在鬼那麽埋头去做我好兴奋做的事, 哪有空负面, 我画的每一幅画, 我弹的每一首歌, 全部都是对这个世界做很多改变, 不同了, 我讲的每一句话, 这个世界都会碰些, 世界暂时不可以需要我, 到不需要我时我就拜拜, 教练调我出场, 我毫无怨言, 我即走, 立即出场, 但一日我穿着球场, 在球场我便要演出我最佳的版本, 我要表现我的身价就是这样, 我想是令自己没那麽负面, 我接受一件事, 人就是人, 社会有情绪的, 我们社会有高低的起起落落的, 这是正常的, 还有现在这个社会迫到我们这样, 日日我见到通街的人穿黑衣, 我自己想死, 我见到人戴口罩我, 我就想死了, 我觉得我不想在这些社会争生存, 不需要我这样, 所以我接受我自己的负面情绪, 我就化悲愤为力量, 我就利用这些悲情, 利用这些愤怒, 去令我更加有动力去做好这些事, 就是这样, 我身边很多人都说, 在那边很惨, 现在很多妈妈都说, 我想儿子吃好些, 但通街的东西都那麽毒, 我儿子是要吃那些东西, 我妈妈都是这样说的, 但我心就说, 我们就一起去做, 改变这些东西, 你不是只有一个闹字, 只有一个怨字, 一个很惨, 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, 我接受我会有负面情绪, 我这猫死了, 我是好好伤心的, 伤心不伤心, 伤心完就有重力, 好彩我开农场, 农场教了我很多东西, 耕种教了我很多东西, 其中一个就是有机耕种, 最重要一件事你不知, 你不是离开农场学, 你不知, 最重要的是堆肥, 堆肥是composting, 什麽是堆肥你知, 即是将那些厨、树叶那些, 就挖了它, 就卖些泥下去, 最好就拿些丘印或细菌, 让它快些, 那几个月, 快三个月, 慢六个月, 它变成黑色很漂亮的泥, 最漂亮的泥, 我学到什麽呢, 越是臭的东西, 越是噁心的东西, 堆出来的肥是越漂亮的, 你都估到的了, 即是明白, 我们试过用鱼筛, 鱼肠那些, 吞下去, 哇, 还出来的东西很肥, 越噁心的东西, 越欺人争的东西, 越毒的东西, 堆出来是越肥的, 这些我的负能量, 我的负面情绪, 就是这些基础了, 就是这些原料了, 我要将我的愤怒, 将我的恐惧, 将我的悲情变成最有价值的, 最肥肥的可以益到这个世界的动力, 因为我这麽激气, 因为我这麽恨现在这麽麽, 我就更努力去做, 很多人都访问我时问, 强哥为何你做了几十年都还未累, 我说我们的飞机就来撞山了, 我无选择躺平, 我不怕死, 但我不想大家抱着死, 我跟你死了无所谓, 但那条重重还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, 我要让鱼虾蟹在这继续, 因为我的慈悲, 我觉得人是抵死的, 我们死了就算了, 我们死了就走, 他们又怎样了, 我不是想快点整死我们, 但我的心就是这麽想, 多谢